财经消息 中信金今天举行了股东临时会 提前改选董金市 也成为台湾第一家独立董事过半的金控业者 不过许多的小股东对于中信金 最近的负面新闻连连颇为不满 泛泛要求要要求说明 除了希望多介绍赌董的背景 也希望要求说明这大股东估重量的官司 这股东会现场好像瞬间变成了抱怨大会 大家早 中信金八号召开临时股东会 要改选第六届董监事 不过好气氛只有一开始 你应该把这几个董监事 详细介绍给股东了解一下 制作成会议记录 头衔一堆啊 是不是 那到底对公司的效应在哪里 还是又下一个热身的三个读董 不只对读董人选有疑问 对于中信金先前的内湖国保购地弊案 以及乐生案等负面消息不断 让小股东们抱怨连连 最近负面消息 有的人讲的不好听说是弊案连连 那在报告事项 那公司也完全不做任何回应跟回答 之前不是说 不用赔吗 凹得过去官司打到底 那为什么又赔 什么叫做道义上的责任 有杀人就有杀人 没杀人就没杀人 那干嘛要赔 股东们似乎是积怨许久 超过十位股东 逮到机会火力全开 轮番上阵炮轰 光是股东发言就超过一个小时 还好最后投票顺利结束 通过中信金董事会 由三名董事四名独董组成 成为台湾第一家独董过半的金控 这次顾家一方面允许独董过半 另一方面却降低董事席次 由原本九席降为七席 进入董事会股权提高到15% 代表未来要进入董事会的门槛变高 市场解读孤家想要透过此举 把敌意收购者挡在门外 不过从日剧时代 就带上台湾第一家族光环的孤家 大少二少官司不断 只剩下三少孤重力未被弊案缠身 现在孤家愿意松手 释出中信金控制权 但读懂过半 能否让中信金淡化家族色彩 回归专业决策 后世考验正要开始 环宇新闻林继强刘亦如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户宜来片源